这 这就是有城吗 欧主任 你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 我回家呀 回家 你们家不是搬了吗 不知道啊 我 我忘了 乔梅写信告诉我 不是搬到欢迎小区了吗 昨天刚搬的 对 那个巧妹炒谱挣了大钱了 现在可是住的高级洋房了 爸 爸 婷婷 哎呀 臭小子 军区你长这么大了 你怎么一眼就认出了 这个小区住的不是老板就是经理 您是唯一一个穿军装的 臭小子 敏锐都可以啊 以后适合当个军人 爸 怎么了 我妈 我妈不是去火车站接你了吗 她人呢 我没见着她呀 那是不是我们俩走岔了 咱们别在这儿待着了 嗯 咱们家在哪儿啊 哦 就在前面 我带你回家啊 哎 好 娇娇 妈妈回来了啊 你那个柳城爸爸是今天回来吗 我去车站找了半天也没见着人呀 你 你哪儿闹这么一身衣服 妈妈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要穿绿色 现在炒股票最忌讳这个颜色 没有国防律 哪有万家红 这叫迷彩服 看一听啊 没想到啊 你这个当娘呢还这么封建啊 柳城 我去车站接你没接着了 你咋找过来的嘛 找你有啥男的啊 你现在是老红杏小区的名人 找你不难 妈 我快饿死了 咱们吃饭吧 来 行行行 快快快 别站着了 来来来 走 哎呀 你好久都没有 我尝当给她手艺了 这回好好吃 哎 你刚回来 咋能让你刚回来 好吧 好吧 你累了一天了 好 去 看看 我打花球 来 咱们一家人 好久都没见没了 今天好好吃个饭 好 你要是觉得这个床垫软 当时能换个心了吧 不不不 这下 那多浪费啊 别换了 现在钱多难挣啊 小妹 我知道你这个人啊 不服输 有的时候也生怕 别人瞧不起你 你看你从那个时候 一直做到现在这个样子 我觉得 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 我的意思是 要不就别再硬撑着 我没硬撑着呀 我现在尝尝股票 赚着旗也不累呀 真的 我骗你干吗呀 你以为恶得不看报纸啊 你看看上面写的 你现在能赚到钱吗 你买了第一批原始股 挣了一大笔钱 是 那是靠你的这个手气 还有你的勇气 但是你往后还想在这个股票上 再赚钱的话 那你就需要大量的这个这个专业知识才行 你这个风险很大的 你看 我现在已经彻底调回来了 我这个工资 完全够咱们一家幸福的生活 难道你想让我 回去再过那种苦日子去 那是不可能的 俗话说得好 这个没有吃不了的苦 只有想不了的福 对不对 在我心里边呢 就想着 咱们一家人能够乐呵呵地 其乐融融的 很快乐 快点吃啊 俊俊 上去别迟到 新买的隋身厅啊 谁给买的 我妈昨天晚上给我买的 主要是考察高中 送我电脑 臭下子 那你算是中生大奖了 俊俊 你觉得这你妈超过 能挣这么多钱吗 刚开始比运气还行 后面就不好说了 这炒股一直靠运气 肯定不行 要不然咱们俩一起 劝劝你妈的 这些年我妈都一直是 自己拿着腰过来的 她这套话不在哪儿呢 你放心吧 有爸在 那注意咱俩可好劲 这两个男人 是不是说我的坏话呢 怎么起来了 妈 说啥坏话呀 我们在想着 要不要叫你起床呢 你不是以前 都不睡懒觉的吗 现在这股市不行了 早起的鸟儿也没重置了 妈 妈 我上决戏了 师傅 你吃饱了 师傅 这只要别人跟人打架了 对了 我们部队 要做一个房产登记 你到时候把房产证 给我一下 那个 刘昌 我准备按你说的 不做股票了 我准备按你说的 我准备按你说的 然后去租一个蒙面 然后去租一个蒙面 那房产证 我拿去做那个资产鉴定去了 没关系 晚两天也行 没关系 晚两天也行 我得去报道了 我得去报道了 那个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啊 好 一二三四 第二三四 香首歌 绿色金 绿色金 将会我 张三 邀 一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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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长 跨去激动这些天 你就没睡过会安稳觉 我看 你还是回去睡会儿吧 这外面人余现在太大了 我心里不踏实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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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团长 上级紧急命令 由于发生全流液水灾 特命令我不返回 立刻投入抗洪抢前 团长 全体都有 全团立刻投入抗洪抢前 是 喂 爸 我都不用猜 绝对是你 又不回来了 真是对不起啊 爸又接了一个紧急的任务 这回不能回去陪你高靠吧 行吧 没事 电话机下面 我放了两百块钱 你这段时间 别自己对付着 在吃风里面那些东西啊 你到楼下小馆那里 也吃点好的 不用啊 真对不起啊 你看啊 这中靠爸就没陪你 这到了高靠 爸还是不能陪你 别说什么对不起 你在这么说 我都不好 你自己考虑心笑了 那好好好 不说了 不说了 陈主 冷静 好儿子 来 快点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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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麻烦帮我转进一下柳城 哥 你在哪儿呢 美号红呢 今年这个洪雪格外难大呀 我估计 哥今年一时半会回不去了 我可以把剩下求求你啊 你有空去帮我看看你嫂子好不好 你嫂子快生了 身边不能没有人看着 别因为忙就不去啊 怎么会呢 你放心吧 哥 你自己保重啊 好 你就放心吧啊 快点 快点 我有任务 快点 快点 上游决堤了 有一个五十吨的烟块气管 向咱们这边冲过来了 一会儿要是撞到桥上 那桥就炸了 还有列火车 要从桥上通过 火车上还有一千多名旅客 桥要是一塌 这一千多号人就全完了 控手 走 好 有关已经朝咱们飘过来了 咱们就有一次机会 都上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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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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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子过了 过过新船子 来不及了 咱们已经没时间了 我怎么办 我有办法 转 同志你就是 就下去 团长 你要干什么呀 老苏 我还担心能跟你一起并肩作战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你赶快回来 刚才已经通知了有关部门 让他们停车了 老宋记听我说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没时间了 我求你一件事 你帮我跟乔云带句话 是我柳城这辈子对不起他 我可能不能陪着他个孩子 陪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成长了 团长 有什么话你自己再帮我回去说 这个玩我放不下了 老苏 老苏 别忘了 咱们都是人民的子弟兵 老苏 你怎么回去干操得这么凶带呀 老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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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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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 对不起 我不能答应你和我妈的要求 我不敢置 秋秋 万一决院校没有入屈 你再错过了普通大学 你得好好想想 到时候两头落空 那可就亏大了 我爸说过 这世界上 需要一批甘于奉献的人 刘虎 刘成 我的两个好兵 好 你 啊